日前我们为您报导过 在云林县的林内乡 爆发了垃圾危机 垃圾当地是堆积乳山 恶彻铺皮 这也凸显出垃圾减量的重要性 而慈禧志工们 在一场的路跑活动当中 就来呼吁民众要落实垃圾分类 避免危机再度发生 路跑活动人潮聚集 慈禧志工总入人群不缺席 垃圾不落地 地球会更好 办活动难免有垃圾 这时候接下来的第一步很重要 做好垃圾分类 对对对 减少那个垃圾量 对 要重复再使用 环境对那个都好了 因此慈禧志工把握机会宣导 教导分类也摆设趣味闯关摊位 我现在才知道说 竟然12只保特瓶 可以做成这个一件衣服 那么我们大家 为什么不大家一起来做呢 推广效果良好 民众现场反应很有收获 慈禧给我一个新的环保观念 是一个旅客可以看三个小时的电视 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的资源 让我们回修可以做得更加的确实 一个保特瓶可以做一双婴儿袜 所以以后我会更提倡的宣导大家要做环保 参加入口活动同时吸收正确环保观念 民众直呼不需此行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淑英 陈文仁魏沁唐云林报道